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Learn with Tom Lee 和我一起学广东话 我都很久, 差不多一年都没录制广东话的发音给大家听 自从上一辑的广东话发音, 都有三十几个视频 希望大家都收听过 如果大家没收听过, 都没问题的 我们可以从第二个Series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个叫做 Cantonese Series 2 Episode 1 我想跟电影有几个Series 每个Series都有几个Episode, 让大家去跟进 今天就会讲香港人 讲广东话那个尾音的问题 那个尾音的问题, 因为上一周我都会有些回应 在YouTube里面有些回应 有些香港人就不承认自己那些是冷音 它叫做二音字的 或者我不用冷音这个音字 我又说发音的尾音 或者是开头的音的时候 那个发音没有了某个音 没有说别人懒 因为有些人都自己懒 都不觉得自己懒 这个我们不要提了 OK, 那我们讲回这个 香港人讲广东话的尾音 究竟发生什么事 又不是懒音 你要见到这个懒字 有些人就说懒音 或者懒音 L音或者N音 正确是N音 就是懒音 但是因为香港人 不承认这件事 如果你说你很懒 人家以为你读错 其实你是读对的 但是发音问题 有些人就不太承认了 怎样都好 那我就会有个西班牙文的频道 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个西班牙文的频道 就放了差不多20-22个视频 如果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西班牙文的频道 大家可以去这个频道听一听 下面这个就是我所有的YouTube频道 都有200多个视频 放了上去 大家也可以去这里听 下面这里就是 广东话的Channel 对西班牙文的Channel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就是AllChannel的Channel 我们开始看看广东 广东话里面有什么 修美的美音 我们叫蕴美 我们香港人很多时候 讲这个NG的蕴美 和N的蕴美 就会混淆在一起讲 我这里就列了一些 广东话拼音 你可以去到香港大学里面的粵拼 那个审字检查 去查这些音的 但是你留意 那个 美音NG 和N的美音 很多香港人都说错的 例如朋友 这是NG的尾音 就是朋友 你会发觉 鼻音很重 即是修声的时候 鼻音很重 所以是朋友 你就不要读了朋友 这个就是 当我们修声的时候 鼻音很轻 前鼻音 你会发觉 当你读完 你应该顶着你上额 即是上额 即是上额 指的位置 所以是朋友 你记住了 这个是朋友 这个是朋友 这个是真人 即是和尚 真人 这个是NG收尾 这个就是N收尾 是真人 真人 即是一个真正的人 不是一个假的人 真人 这个是真人 这个是鼻音收声 是很重的 下面这个是生活 生活 鼻音收声 是很重的 生活 活是入声 是第九声 即是活活活 如果你看回我 第一辑的广东话 我就会讲这个入声的时候 是阳入、阴入和中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入声 T字收尾 是入声 突然间的声是不变了 所以是生活 不是生活 不是这样的 是生活 突然间停下了 这是伸心 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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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申恒 恒生 恒生 恒云 恒和恒 基本上是同一个音 不过不同调 恒是第四个调 恒恒恒 恒恒 恒 恒是N结尾 不是恒 恒 恒恒 恒 恒是N结尾 鼻音收声的时候是轻一点 恒 通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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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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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止 慢止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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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鼻的收聲 是比較輕的 N折尾 講書 講書 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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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書 健康 書 有些 香港的讀音 叫書看 但我不太接受 書看 一向是書看 應該是第二聲 但是有些人是做第一聲 究竟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覺得應該是第二聲 可能是 變了音 有時是變了調 這個是變了調 沒有變到音 本來是第二調 就是書看 書看 是變了第一調 看看 變了第一調 所以沒有變到音 沒有變到音 可能都會對 只是變了調子 這是健康 康 是第一聲 這是NG 健康 書看 不是書看 書看 不是 書看 不是 書看 書看 不是書看 書看 不是書看 書看 是N 書看 安裝 不是 安裝 安 是NG 這個是安裝 這個是安裝 你沒有看到是N 健康 這個是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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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留意 小心 這個是安裝 安裝 兩個是很不同的 這一連串 就是講了NG 和N健康 的尾音 大家留意尾音 大家可以多讀這些字 去明白尾音 應該如何結尾 有些尾音 如果讀錯了 就很大事 如果是真人 你讀了真人 就很明顯不同 什麼人都是真人 只不過他不是真人 回到這裏 另外一個結尾聲 就是韻尾音 就是K音 和T音 K音和T結尾 都是入聲 一個聲 突然間是斷了 這個就不是我們平時的六個調 這個是第七、第八、第九個調 裡面的入聲 就不屬於平常區 我們不屬於平常區 是屬於入聲 就是側聲 我們看看這些字的例子 讓大家知道是什麼 黑伊 黑是K音結尾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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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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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會發覺 K音結尾 的K音 是很重的 黑 黑 你可以用 黑 黑 尽量嘗試 讓你知道有一個K音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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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走去電腦裡 拿來的資料 黑 你只讀 黑 黑 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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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T音 結尾 少少 你上下我 輕輕地碰一碰 就是結尾 收聲尾 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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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規則 是K音結尾 這是質料 不是質料 是質料 質料 特工 特工 是K音結尾 特工 特工 這是特出 特 這是T音結尾 特出 都是K音結尾 特出 不是特缺 特出 特出 特工 特出 八貨 這是K音結尾 八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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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就更加容易混合 八貨 八貨就是800 如果讀了八貨 八貨就是180 所以分別相當大 大家要留意 八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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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很不同 大家要分清楚 180 和800 是很不同 八貨 八貨 這是 摘 怪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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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试读一次 两者的分别 让大家看看分不分得出 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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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的结尾声音 很多时候我说广东话 我都说了广东话 广东话的结尾声音 那就正确一点 欢迎大家收看我这个广东话的练习 希望我第二辑的广东话 series 2 里面的episode 越加越多 希望大家学多些不同的广东话 再见 拜拜 adio hasta luego